那么这一刻开始我们继续往后面 把这个基础的指令 全部应该能学习完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指令 叫MV指令 指令 名字叫MV MV它的单词含义叫Move Move叫移动 有同学说叫剪切 也可以 如果你更习惯叫Windows叫法的话 叫剪切也行 移动的意思 作用就像它的单词翻译一样 就是移动一个文件 或者说直接去文档 文档包含了文件和文件夹 移动文档到新的位置 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语法和CP语法有一点点相似 那么它的语法格式就是 MV 然后空格 空格 空格后面呢 一个就是需要移动的文档 路径 需要移动的文档路径 这个路径可以是个名字 也可以是一个绝对路径 或者说相对路径 然后空格 这个空格不要忘了 刚才下面有同学把这个空格就忘了 然后导致两个路径写在一起了 那么写在一起了 你错错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 你只有第一个路径 没有第二个路径 这是第一个错 第二个错 第二个错 两个路径本身都是对的 结果你合一起就不对了 这第二个错 所以没有空格就会采成两个错 一定要把这空格给它加上去 第二个后面的话 就是跟着一个需要移动 也就是需要保存的位置 就是一个新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 它也是一个路径 也是一个路径 那么这个语法的话 标一下 因此它和CP差不多 CP就是这地方是CP 那么现在把这个CP换成了MV MV这个命令还是比较好记的 Move Move 这样那么案例 案例同样 文档包含了文件和文件夹 那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来举两个例子 一个呢 是移动文档 另外一个呢 是移动文件 另外一个是移动文件夹 那先来潮湿第一个 那么使用MV命令 来移动 一个文件 第二个呢 案例是使用MV命令 来移动一个文件夹 那么在移动操作之前 我们首先得有一个事情 先得确认一下 确认的是就是 移动之后 原始的文件 还在不在原来的位置 这个得保证知道 它肯定是不在了 就是原始的东西 它没有了 移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所以这地方呢 是原文件 原始的这个文件 是不在原位置的 行 那么其他东西变吗 比如说我们Windows之下 我要把一个文件 像这个文件 我给它剪走 就剪轻嘛 Ctrl X 那么剪走之后 比如说我把它剪到 我的 放个地方去 比如说剪到这个音乐里面去 这里面太多了 那么眼睛那么尖 你看到我凉凉了 那么剪过去之后 它的大小和文件名和内容 有发生变化吗 没有 没有对吧 它只是位置发生了变化 其他是不是都没变化 对吧 行 那这一点呢 先得搞清楚啊 毕竟我们Windows呢 用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得先确认一下 那么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接下来呢 来去做这个MV的一个移动操作 移动的时候 待会我们来检查一下 看它的这个文件内容啊 什么的 看看有没有发生变化 行 那么回到这边来 先找一个文件啊 文件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有文件啊 文件 有这个Ninux1 那这样吧 为了保证我们 待会能够检查 说它的内容不变 我们先把这个 Ninux1呢 打开之后 编辑点东西进去 使用编辑打开 比如说我里面写一个 Ninux1啊 先保存一下 关闭 这样的话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东西了 好 行 接下来来使用命令来啊 那命令呢 我使用MV 在当前路径下 有一个Ninux1啊 Ninux1 然后呢 我要把它移走 那一到哪去呢 我看哪个地方 没有Ninux1啊 尽量找个地方 没有Ninux1的 不要到时候 有个Ninux1 然后呢 产生这个冲突 哎 这个根下面 好像就没有吧 行 根下面没有 行 那么我们就把它 挪到根下面去吧 那么路径 要指定一下的 根 下面的 Ninux1.pxt 那么除了这种写法 还可以怎么写 相对路径是吧 怎么相对啊 点点杠 是不是就是根了呀 哎 然后Ninux1啊 两个都可以啊 哎 行 好了 那现在开始移了啊 那么移之前呢 检查一下 是不是还在 并且呢 上面能看到这个图标吧 Ninux 这就是里面内容嘛 所以说我们这个内容 就压根不用打下看了啊 从这个图标就能看出来了 行 按一下 回车 走 哎 这边很明显的看到没了 哎 然后这边有没有呢 我移哪去了啊 哥木鲁啊 这是哥木鲁啊 LN 啊 移没了 我重新关掉 重新打开看看啊 重新打开一下 有啊 他没刷新啊 没有实时刷新 这边是实时刷新的 但这边没有实时刷新啊 还能改名 对 还能改名啊 这个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啊 还能改名呢 嗯 的确 我们的重新明明呢 也是MV啊 所以 待会我们讲重新明的时候呢 就不会单独去讲了 那这时候孙代就提了一下了啊 MV呢 他也能够重新明 嗯 这样呢 这时候移动操作呢 应该是过来了 内容变了吗 没变吧 这里面还能看到是Linux啊 所以内容是没有变的 那么这一块的话 呃 我们 呃 尽量还是保证这个名字是一致的吧 我先把它弄回去 粘贴 然后把这个名字给它改过来 重命名 重命名啊 Linux UX UX 行 那么再回头指向这个命令 UX1 走 啊 这边它还是不刷新 那么不刷新的话 这时候呢 只能是 手动刷新 这里面没有F5啊 这里面没有F5 重启 你这动不动就想重启啊 哎 有了啊 有了啊 行 那么没有问题了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打印一下 叫 LS 杠 来 走一下 哎 有了啊 行 那么这个移动操作呢 是可以的啊 移动操作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嗯 啊 可以 哎 移动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的话就是移动一个文件夹了 那么移动个文件夹 同样我们这里面有文件夹 所以呢 接下来要移动的文件夹就是 找一下那个运为很牛X 在哪呢 在我们的 根部录下 但这里面没东西啊 这个里面没东西 所以我们不用它 用谁呢 我们之前在home里面 这里面有个东西 这里面有东西是吧 哎 我把它移走 移到哪去呢 肯定不能移到根下面去 因为根下面有东西 啊 或者怎么着 如果你非得想移到根下去 简单呢 我把这个根下面的这个给它删掉啊 来给它删掉 移到回收站 是不是就没了呀 行 那么接下来移动了啊 MV 然后呢 找到home下面的 Ninux123 然后里面有一个运用为很牛X 这个杠再强调一下 CD那个杠呢 我们说这个最后这个杠可写可不写 那这地方也是一样的 写不写 没什么区别 啊 不写也没关系 写也可以啊 然后移动它的新位置 是不是要放到根下面 是是不是就知道了吗 运用为很牛X啊 这个名字没写错吧 运用为很牛X没写错啊 不写名字 那就放根下啊 那就不行 试试 没报错吧 哎 没报错 那我有没有加杠那些人说 担心的 加那个杠R呢 我们先看有没有啊 先看有没有 先检查一下 有再说 有东西吧 哎 有东西啊 所以这一块的话 要不要加杠R 不用啊 不用加杠R 不用加杠R啊 所以不需要去抵规了 然后如果做 像邮天说的 这地方呢 后面这个名字呢 你也可以补权 你也可以不补权 啊 如果但你写错了 你直接写入进去就行了 哎 在这比较好的啊 哎 LS 杠L 在这个地方啊 哎 在这个地方 哎 如果你不改名字 就不写啊 当然如果写一模一样 他也不改名字 嗯 行 好了 这个呢 是移动啊 这个是移动 那么最后呢 要额外的提一点 就是关于重命名 那么刚才大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在移动的过程中 他能够重命名 哎 所以这块的话 要补充的就是补充 那么在Ninux里面呢 啊 从命名的 哎 这个命令 哎 也是MV 语法和 移动的 语法 一样 和移动的 移动的语法 一样 但是 注意一个小的问题 我们在Windows下 重命名的时候 他的位置会变化吗 不会 那我们MV本身叫移动 但是又不想让他位置发生变化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那比如说我想把这个韵威很牛X 我想换个名字 那就是MV 首先你得告诉他 你要改哪一个我先讲 是吧 所以 是吧 然后后面干嘛呢 对 跟下面的是不改个名字呀 那比如说 很牛X 这个杠可以 不是 这个可以没有 但是注意啊 这个路径肯定不对 前面这个杠是不是要加呀 我们当地怎么路径 路太空的加目录嘛 是吧 我们要改根目录下的啊 所以这个你得加 后面这个你加不加无所谓 这个没关系啊 好 按一下回车 看看效果啊 哎 这哪呢 是不是这 哎 很牛X吧 所以他路径是不是要保证不变呢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重命名 不是说 移动 移动 所以路径不要变啊 但是语法和移动是不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吧 啊 一样的啊 就是你可以看都是 移动 对了 原地移动啊 原地移动 就是同时还在改个名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啊 所以这一块呢 这两个命令呢 我们可以合在一起记 也就是重命名呢 和移动 可以一起记 这样的话 我们就扫记了一个命令了 语法也一样 命令也一样 哎 很方便的 那以前呢 我记得 呃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那会儿我Ninux学的不是很扎实 后来呢 有一天面试 人家问我说 这个 呃 移动的命令是什么 当时呢 想半天 想出来了 憋出来了 MV 后来人家又问 重命名的命令是啥 那是没想起来 然后当时我说了 随便说了一个字啊 叫 Rename 啊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Name不表面名嘛 阿姨不表重新嘛 重命名 后来呢 人家也 人家也蒙了 他说 Rename这个命令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我知道的重命名是MV 所以后来我想着 可能他也不知道 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啊 那这个MV命令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啊 一个是可以移动文件 和一个是可以移动文件夹 并且呢 他能够对文件和文件夹呢 进行重命名 他们俩的这个语法呢 是一模一样的啊 参数这个含义呢 也是差不多的啊 啊 这个可以一起记 记起来呢 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MV命令 行 那么关于文件和文件 操作怎么 还剩最后一个命令啊 最后一个命令叫做 Ren命令 Ren命令呢 先来看他的这个含义啊 指令 Ren命令呢 它的全称叫 R-E-M-O-V-E 啊 这个真是R-E开头了啊 叫remove 啊 remove 含义呢 表示移除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 删除 也可以 啊 它的作用 作用呢 就是移除 或者说删除 一个文档啊 移除或者删除 一个文档 嗯 它的作用呢 是删除 那么不能说删除一个吧 它也可以删除多个啊 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呢 警号开始 R-E-M 空格 选项 空格 需要移除的文档 录镜啊 录镜加上去啊 可以是名字 也可以是录镜 这个和前面一样的 然后关于这个选项 有几点要说的啊 选项有几点要说的 在R-E-M这块命令里面呢 有两个选项 经常用 所以这些地方 咱只要记住两个就可以了 一个是-F 一个是-R 这两个 咱们先不看它具体什么意思 我们先用R-E-M 来删除一些 不带选项的文件 或者文件加试试 然后再看看 我们是不是需要用选项 如果需要用 到时候呢 再看加哪一个合适 好 那么案例 案例第一个 我们先来删除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 是文件 第二个案例 来删除一个文件夹 然后第三个 删除多个文件 或者文件夹都行 删除多个文档 一个个来 先来删除一个文件 那么一个文件的话 我们这里面一个文件有很多 像这个下面有个新文件 我就想把它删掉 但这个新文件 有一个不好删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里面 没有装中文输入法 你这个新打不出来 有吗 可以打是吧 行 那么试一下 现在开始删除 吃吃 R-M 要删掉 跟下面的 所以是跟下面的 新 切换输入法 我还没切换过 Ninuxia的输入法 还没试过 右上角 Ctrl下空格是吧 还真行 很牛 很牛叉 行 我要删掉 看能不能删掉 注意这是我按回事 走 他会提示我说 是否要删除 这个普通的文件 那我要输入什么呢 这里面我们输入 正常有四个选项 一个是输入Y 一个是要输入Y Y 甚至一种方式 还有YES 这两个是等价的 那么除了输入Y 如果你不想3 你可以输入N 或者输入NO 都可以 四个选项 但是两种意思 一个要是是 一个就是否 所以想不想3 想3我们就输入Y 或者输入YES 都可以 走 好了 再看看有没有 没了吧 没了 删除成功 退出选顶 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删除文件的一个方式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它有这么个提示 我觉得这个提示 很不爽 我明明就想删掉它 结果你非得让我输个Y 那这个问题 能不能解决掉 是吧 我就想把它不要提示 在删除的时候 会在删除的时候 如果不带选项 会提示是否 会提示是否删除 那如果需要确认 需要确认 那则输入Y 只有这个大Y小Y 无所谓 或者说YES 都可以 YES 否删输入N或No 然后按下回车 按下回车 这个就是删除 那么在我们删除文件的时候 删除文件的时候 如果你要删除很多个文件 就是我们下面要做这个案例 你要删除很多个文件 那你挨个苏Y 你觉得爽吗 对了 所以这就比较 所以比较麻烦 那这边 如果你不想确认这个东西 我敢肯定 我就要删掉它 我不想确认 行 如果在删除的时候 不想频繁的确认 不想频繁的确认 确认 则可以在指令松 添加一个选项 那这个选项呢 叫杠F 杠F 那么这个杠F 表示什么含义 杠F呢 表示FORCE 表示FORCE 这个翻译一下 就是 强制 力量叫什么 力量叫POWER POWER 叫POWER 行 杠F 杠F表示强制 FORCE 这个硬认机就可以了 行 那我们找个文件 我们想把这个 Ninux1.txt给它删掉 Ninux1.txt给它删掉 并且呢 我不想看到提示 那么我可以通过 RM-F 然后呢 来进行删除 根目录下的 Ninux1.txt 那这个地方呢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 我们在敲命令的时候呢 如果有一些路径比较长 我们不需要去全给的技术 对 你比如说 这个Ninux1 它是不是L开头的呀 好 我输入L 然后我按TAB 它就会给我列出来 符合L开头的一些文件 或者文件夹 那这时候呢 我再输入 RN RN开头的 是不是只有一个 按下Type 不全 后面就不用输了 在这很方便的 Type键 TAB那个键 然后后面的话 我要试了 按一下回车 有理事吗 没有 好 没有 看一下有没有 是不是没了 所以这个杠F呢 就表示强制删除 不需要弹出确认提示 直接就删了 就这个用 因此 上门这个F呢 就表示F1CE False F1CE False 强制 删除 不提示 不提示 是否删除 直接就不需要确认了 直接删了 那么这个呢 是删除一个文件的 这么一个案例 那如果想要删除 其他文件的 按这种方式 来就行了 就删除文件 那第二个呢 那么除了文件呢 还有这个文件夹 那么后面的话 来删除文件夹 那找个文件夹 那么刚好呢 这个很牛X 应该还在这 很牛X 在这 在这 行 那我要删除它了 RM 按照我们的语法格式 选项可以先不加 这时候呢 我要来一个杠下面的 很牛X 补权 补权的时候 它会自动把你后面 那个杠给加上去 这个杠加不加无所谓 按下回车 看效果 出现问题了 说无法删除 很牛X 它是一个目录 它是一个目录 嗯 怎么办 加上一个杠R 咱前面提过一次 这个杠R表示 地规 表示地规 所以这边呢 我们需要在前面 给它加上一个杠R 杠R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提示 是否需要进入目录 很牛X 好 我输入一个Y 是否需要删除这个文件 那后面可能还有提示 蛮麻烦 你看 是吧 还有是吧 所以怎么办 刚才咱们有没有一个 说可以不用确认的呀 所以咱们加个什么东西 F是吧 好 走 损失了吧 就没了啊 不用确认了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 可以连在一起用 一般呢 我们删除一个目录的时候呢 就需要用到杠R F一起用了 好 那这个呢 是第二个 这个语法格式 嗯 删除的时候 那么需要注意 那么删除一个目录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这个地规删除 并且呢 一般也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删除确认的一个询问 啊 询问 所以移除目录的时候 啊 一般需要使用杠RF选项 联合起来一起用 很方便啊 不需要确认 好 这个呢 是第二个案例 需要删除一个目录的时候 那么杠R呢 就表示地规了 啊 表示地规 嗯 好 这是第二个杠R表示地规了啊 之前呢 咱还有个杠R 什么地方啊 哎 copy那个地方啊 copy那个地方 哎 行 第二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 咱来试一下啊 看能不能同时删除多个文档 啊 能不能删多个文档 现在那么有多个文档的地方呢 刚好我们根目录下就有呃多个 你比如说这个ABC哎 我就不想要啊 这个ABC 但是ABC三个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文件夹是吧 行 那我们混合来删 我既要删A 我也要删 Ninux.txt 就是既包含了文档 也包含了文件夹 我看能不能删掉啊 RM 呃 -RF肯定是要加的 为什么要加 因为有个目录是吧 哎 -RF 然后呢 呃 当前目录下 不是跟了啊 就当前目录下了 A 然后空格 Ninux啊 Ninux.lnux 然后.txt 好 走了啊 哎 还有吗 没了 Ninux 还有吗 没了啊 所以它是可以同时删除多个文档的 文档可以是文件 也可以是文件夹 有多个继续往后写就可以了 有多个继续往后写就可以了啊 是可以实现三种多个的 嗯 路径 那你有多个你可能得写多次啊 嗯 那你也得写多次啊 对你切过去吧 行 那么这个呢 是文件的删除啊 文档的删除啊 一共是三个采用的 一个呢 是删除单个文件 另外一个呢 是删除单个文件夹 第三个呢 是批量删除多个啊 批量删除多个啊 行 那么这是这个操作 那么刚才有同学提到了说 如果我要删除多个 能不能有什么简写的方法呢 那这地方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好问的符号 案例 哎对有同学提到了 这个案例呢 我要删除啊 一个目录下 哎 有 公共 不是所有啊 你不要把所有都删了 这个下面还有好多东西 后面要用呢啊 你别全删了啊 删除 有公共特性的文件 或者说文件夹吧 咱去文档吧 哎 例如都呢 以这个 Ninux开头 啊 例如都以Ninux开头 我要删除它 那怎么办呢 就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 我们现在这里面 还有没有 Ninux开头的 Ninux2和 Ninux1.t是吧 行 那怎么办 RM-RF 我不想确认了 但要不要递规呢 其实不用递规了 因为这两个是文件 是吧 -F就可以了啊 然后 Ninux UX啊 后面是不是 1和2不一样啊 那我不管了 TXT TXT后面也是不一样吧 一样的啊 所以到这儿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嗯 行 后座就无所谓了啊 因为匹配前面 是匹配到了 还有吗 哎 没有了啊 那这个星号呢 就表示你后面 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你只要前面一样 就可以了 你只要前面一样就行了啊 后面你一位一样 我不管 你可以是任何东西 星就表示任何东西 它的专用名词叫通配服 叫通配服啊 这个东西呢 也是比较好用的 那这个时候 我一个星号啊 一个路径就可以把 好几个文件夹 或者好几个文件 都能全删掉了 哎 这种方式呢 也比较简单 那比较简单啊 其中啊 星号我们称之为 哎 叫通配服 哎 意思呢 哎 就是表示任意的字符啊 表示任意的字符 它可以表示任何东西 只要匹配到前面的就行了 哎 那么 Linux 新啊 则表示 只要文件啊 以 Linux 开头 Linux 开头 而后续 啊 字符 啊 则 不许管了 啊 则不管了 后面你可以是任意字符 只要你前面是Linux 那就行了 那就符合我的要求了 啊 所以呢 它会被删除掉 那么通配服的话 在以后工作或者说 呃 开发过程中呢 也是经常去用到的 不仅仅是文用语里面有 开发里面也有啊 通配服还是比较好用的 嗯 问号有啊 但是你讲问号讲多了就麻烦了 那个属于正则 我们后面会有专门课讲正则的啊 那还有这个号呢 啊 还有括号呢 啊 还有引号呢 太多了啊 这个现在不适合现在去讲过多讲这些东西 先把这些命令记住来说吧啊 先把这些命令记住来说 这个信号咱先认识一下 因为信号比较好记啊 信号比较好记 行 那么删除呢 啊 这几个用法啊 一定要会 行 那么删除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啊 有一个简单一点了 终于遇到一个稍微简单一点了 叫 VRM VRM VRM这边呢 我们今天的要求呢 并不是很高 今天对于VRM的要求就是 我们能够通过VRM打开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啊 VRM指令 VRM指令 VRM干嘛的呢 啊 VRM它是 打开 啊 或者说你说它文文编辑器也行吧 VRM是一款 啊 文本 编辑器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我们Windows的 Notepad 就这个 啊 类似于它 但是呢 VRM比它强大多了啊 两个不可以放在一个档子上来说 呃 都这么说 VRM VRM是一款 编辑器之神 编辑器之神 看起来很挂大上 但的确也的确很挂大上啊 啊 是一款文本编辑器 呃 比较很 比较方便啊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不去先去了解说过多的这个相关命令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能够使用VRM打开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因为后面的话 不会像说现在有这种桌面是这个东西啊 说右键编辑 不会这样的啊 后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 不保存关闭啊 嗯 后面都会通过命令行来的 所以呢 这个VRM也得先认识一下 啊 愈法格式 愈法格式 暂时我们就先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VRM 空格啊 空一个格就够了 加上这个文件的路径 没有文件夹啊 没有文件夹 就文件就行了 是文件的路径 作用呢 就是 打开一个文件 哎 打开一个文件 呃 创建 有同学说创建 能创建 但是咱还没有讲到那部分 咱就先记住打开就行了 先记住打开就行了啊 打开这个文件呢 这个文件呢 是可以 不存在 哎 也可以存在 就是这个文件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打开文件路径给它加上去就行了啊 例如 安利 哎 我们使用这个VRM啊 来打开一个 文件 那我先找一个文件啊 这些文件已经都被我干掉了 都已经干掉了啊 没有文件了 哎 不用心讲啊 咱这里面好像就有两文件 虽然不知道这两文件里面是啥东西 但可以打开看一下 哎 比如说这个 这个installerlog 那么按照语法要求呢 就是VRM 然后加上我们的文件路径 但是这个文件和我们当前工作目录是同一个目录是吧 所以直接写 installerlog 好了 按一下回车 哎 进来了啊 进来了 这时候大家不要按键盘上的其他键啊 不要按 不要按 按了你就出不去了啊 不要随便按键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上下光标键 上下左右可以移动这个光标的位置啊 那这个文件是不是打开了呀 啊 行 那这个VRM我们就先做这个用途就行了 然后这时候就有个问题了 我怎么出来 对 这个时候的话 在你没有按其他键的情况下 先按一下 shift加冒号 就是这时候呢 在最后一行会显示一个冒号 然后呢 输入Q 输入Q 然后再按一下回车 输入Q 再按一下回车 就行了 这是后面讲的面领啊 不着急啊 那这样的话就能打开了啊 VRM加文件就可以打开这个文件了 进去之后呢 按一下shift加冒号 加Q 请退出 好 退出 打开的文件 嗯 在没有按一下其他命令的时候啊 然后呢 按一下SH RFT shift 加上我们这个英文冒号 哎 然后呢 输入Q 输入Q 哎 按下回车 即可啊 手发把手剁了 啊 按一下冒号 加Q 就可以了啊 这地方千万不要按其他命令 因为我们键盘上 键盘上任意一个键 都将会触发 你的这个 触发其他的模式 其他的模式 有的时候 你一旦搞搞坏了啊 那就 稍微麻烦了啊 所以这地方在不按其他键的情况下啊 按SHIFT 加冒号 加Q 退出 好了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九个命令啊 叫VRM命令 那么关于VRM的使用呢 我们在后面的两三天的课程里面呢 会去详细的去讲啊 VRM到底怎么去用 哎 怎么去实现里边际啊 其他的操作啊 那么现在的话 先认识他 叫VRM啊 他的作用呢 是打开一个文件 只是文件啊 不能VRM一个文件点啊 下面呢 是一个叫输出 重点下 那么第十个呢 第十个这个指令呢 这个指令 我想说一下的就是 这个同学有没有了解过的 可以啊 这个知识面够广的呀 那么输出 重点下呢 先明白什么是输出 先明白什么输出 那么假设呢 打开一个浏览器 或者说我们就看这里面命令行吧 当我们执行一个命令之后 比如说这个FS 我们后面的话会不会看到一些东西啊 那么后面这些东西呢 就这两行 我选中的这两行 它就是LS 命令的一个输出 就是这个输出 但是这个输出啊 它现在输出的是 是不是输出在终端里面呢 那很多时候 我不想输出在终端里面 比如说我想保存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哎 能不能做呢 能做 这个呢 就是我们输出 重定项 要干的事了 啊 那么一般的这个命令啊 一般的命令的输出呢 都呢 会显示在中关总 也就是在命令行里面 有一些时候 啊 我们需要呢 将一些命令的结果 命令的执行结果啊 执行结果啊 给保存到 哎 想要呢 保存到文件中 哎 进行后续的分析 或者说统计 啊 或者说统计 那么这个时候 需要使用到的就是 输出重定项技术啊 重定项 啊 那么输出重定项呢 有两个符号 我们得认识一下 一个符号呢 叫大于号 一个是两大于号 就这两个 叫输出重定项 那么这个大于号 表示什么意思呢 大于号表示 覆盖输出 我们不是要把一个结果 保存到文件里面去吗 那么假设这个文件里面 原先有东西呢 那如果你用大于号的话 就表示把原先内容 给它覆盖掉了啊 会覆盖掉原先的 文件内容 这是覆盖写 下面这个呢 叫 追加输出 意思就是 不会覆盖原始的文件内容 会在 原始内容的末尾 末尾 继续输出 就这两个 啊 去添加吧 那就添加 就添加 这两个搞清楚了啊 一个是覆盖 一个是追加 主要就是这两个汉字的区别 覆盖和追加的问题 嗯 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的例子啊 按例 哎 我需要去使用这个 覆盖 冲定项 啊 覆盖冲定项 来保存谁呢 保存ls 杠 la 的这么一个 执行结果 然后呢 保存 到我们的 当前 目录下 啊 当前目录下的 呃 文件叫 ls.txt吧 ls.txt里面去 现在那么按到这边来 命令是ls 它原先是不是这样的呀 ls-la 是吧 杠la 有没有杠la啊 有杠la 原先结果是不是在这 那么现在我不想让它在终端里面显示了 我想让它去文件里面去 那么怎么来呢 就是原始的命令之后 加上一个 大约号 哎 然后是不是要保存到文件里面去啊 那你这不得告诉它文件名呢 或者文件路径呢 那后面的话 保存到我们当前的路径下 ls.txt 输出了吗 输出了没有 输出了没有 没有 但是这地方是不是出来了 那说明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创建新文件的能力啊 因为我们并没有新建一个ls.txt啊 它自己出来的 行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执行的话 我们发现一些东西啊 那么第一个语法 语法呢 就是前面开始 就是我们正常执行的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要不要选项 要不要对象 那么就看我们自己需要 然后呢 箭头 一个箭头啊 当然这个地方能不能两个箭头 也可以就看你的需要了 或者两个箭头 然后呢 文件的路径 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 文件可以不存在 可以不存在 不存在则 新建 自动新建啊 不用管它 自动新建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语法格式 行 那么现在的话 要干嘛呢 现在验证一下 看这个ls里面呢 是不是 其实你也不用vm打开了 你看这个图标就能看出来了 那么还是用一下vm吧 ls.txt 走 是不是 是吧 是我们输出的那种吧 没问题啊 它已经保存到文件里面去了 那这个文件啊 我可以把它拿出来啊 想去哪看去哪看 不一定说我下次还要执行这个命令 所以呢 这个东西还是很方便的 那么先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面有多少行 在这啊 46L 就是469 就是46行 2492个字符 先46行 记住了啊 46行 我们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 最佳呀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再来一次 但是注意 我不是一个箭头了 我再来一个箭头 这个符号看着有点像中文的书名号啊 但不是书名号 千万不要输入中文输入法 按个书名号进去啊 这个不是 是俩大约号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 就是说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追加写 那么在追加之前 那么刚才46行 我们还是再来执行试 再执行试会怎么样 我删了一个啊 我估计删了一个 我再执行一下覆盖会怎么样 那你们就错了 那就错了啊 哎 对了 为什么对了呢 很意外啊 是覆盖没错 按理说 其实他应该会把这个文件包含进来的 这个是我们新建的 但是他没包含进来啊 有吗 哦 有 哦 那之前就已经包含了 他应该是先创建文件 后用执行这个命令的 有的啊 还是46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再加个镜头 多少行 算一下 多少行 能不能算得过来 算不过来了 来看看啊 这直接乘一号就行了嘛 啊 那再来一次呢 啊 再来一次就没意思了 的确没意思 就138好了啊 就直接乘以3就行了 嗯 啊 这个就是 叫 追加了啊 这个就是追加了啊 啊 一个是 一个箭头啊 另外一个呢 是两个箭头啊 阿里 使用 使用 追加 充定项啊 充定项啊 保存到 ls啊 保存 ls 杠 la的 执行结果啊 到 我们的 ls.pxt 总 哎 语法呢 差不多啊 就是 再多了一个 箭头啊 再多了一个箭头 千万不要把它呢 和这个搞混了啊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的确是不一样 千万不要把它整成一样的了啊 这是书名号 这个呢 是 两个大于号 嗯 好了 那么上面 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要讲的十个呢 比较基础的命令 那么还有一个基础命令呢 我们放到今天下午去学习吧